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叫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的 可能你會問我身為香港或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保障你的私隱 我都是NordVPN的用戶之一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60個國家 五千多個連接點 遍佈美洲歐洲亞洲甚至非洲都有 而且你是NordVPN的訂戶的話 你可以同時使用六個工具 一起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一家大小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的 你又click一條link 底下這條link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三折的月費優惠 3.49美元一個月 頭一個月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好不好用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兩個這個律師的工會 一個就是大律師工會一個就是律師會 一般人的印象就覺得大律師工會是比較前衛一些的 比較先進一些 所謂先進一些就是對於這個人權民主自由發展 發聲的次數的頻率是比較多一些的 而且就是基於香港的核心價值 他通常都會據理力爭多一些的 現在大律師工會主席是戴啟斯 是一個英國人來的 大家都知道 而律師會一般人的印象都是比較保守的 比較親建制的 有很多 關於香港核心價值的問題上面 要不就不出聲 出聲都是 從一個 這個保護或者是 附和這個 特區政府或者權貴這個角度去出發 但是就在有關於這個港版國安法的問題上面 似乎現在就連律師會都發聲 繼這個李國能 大家記得他在前日 星期一的時候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指出有關於這個港版國安法 人大法公委那個說明裏面 有兩點 他認為是侵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 第一點就是由這個特首去 指定或者去簡選 去審國安案件的一些法官 他認為這件事是侵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 第二點就是 這個國安公署 是有對於某一些他們稱為極少數極少數的案件有管轄權 所謂管轄權 可能是包括 這個執法權 包括這個檢控權 以及包括審訊權 審訊的 這個地點 可能會回到中國大陸 這個就是 李國能 發表一個聲明說這件事 大律師公會當然 的聲明 的看法給李國能 可能會更加詳盡 甚至是更加激烈 反對這個國安法 但想不到 律師會 在昨天也發表一個聲明 跟李國能提的東西 跟大律師公會提的東西 雖然有少少的出入 但是仍然站在 反對國安法 有關於 特首 去指定法官 還有 有些所謂 極少數極少數的案件 國安公署有管轄權這個問題上 這個 律師會是怎麼說的呢 律師會就質疑 港區國安法的草案說明裏面 關注國安法提出特首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 說這個程序是會損害 這個司法獨立 發表一個進一步意見 司法獨立是香港作為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石 是不能夠削弱的 深信 指定法官的程序 只是可以 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 而在指定前任法官的情況下 更需要符合基本法第88和92條的要求 認為中審法院首席法官 在合適的情況下 應該是獲得 諮詢 那就 律師會這個聲明其實他不是 這樣說不是全部 反對國安法 他是反對國安法說明裏面的某些程序 那麼這兩個程序其實都是 很重要的程序 雖然你說 你只是妥協了 如果是李國能的聲明某程度上也 妥協了 即是說 他 給他指定法官 不過指定法官之前 是要 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才行 因為說明裏面也提出 指定這些已經退休的法官 不過他覺得 應該咨詢 這個 首席大法官的意見 這個某程度上也是同意他指定法官的做法 不過程序上 是需要符合 既有的做法 那麼律師會就一貫的慣例就說 特首位委任法官和司法人員的時候 是要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行事 國安法 都應該是 相同的慣例 在特殊的情況下 國安公署是可以行私觀合權的 律師會就說 要看 似乎是表示 香港居民可以受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法院的司法 程序所管轄 於是就會產生了 基本人權 包括這個公平審訊權 是不是可以得到妥善保障的移民 律師會 提出一個 很卑微的要求 就是說 急需澄清這一點 律師會也這麼說 在立法律過程裏面 能夠諮詢草案的各個持份者 大眾對這個 立法例的過程裏面的透明度 必然是會信心大增 這個不用置意 我昨天也說過 這個立法 是一個秘密立法 什麼叫秘密立法 就是 根據《劉華早報》的報導 說得很清楚 在 人大常委通過這個法例之前 所有的法律的文本是不會公佈的 昨天譚耀宗出來見記者本來之前他說 那個刑罰不是很重 起點是三年 有五年也有十年 可以 看到中央的苦心 因為 犯了國安法 應該在大陸中心監禁 香港現在最多是十年 我們要體諒他的苦心 昨天譚耀宗出來說又改口 他說不是 量刑的起點是五年 三年去了哪裡 他就說 其實我很急地看過這個 條例 可能幾億 不同了 我聽完之後覺得 大哥 你是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在審議法律的時候 第一你沒有看清楚 第二 他說他沒有這個文本 在會議那裡開完之後要給他 就是你看兩夜就回覆他 以譚耀宗 那麼高的質素 看兩夜他可能會有時間會有些東西會記錯不出奇 但是你要反映到 一個荒謬的地方 就是 作為一個國會議員 原來去審議這個法例 都可以 文本不給你 或者給你看 看兩眼就要 拿回去 那個大會那裡 你看得到 這個所謂立法的保密 在 正式通過之前 最受影響的750萬億市民 固然就不知道 特首都不知道 特首問中央拿 保密不給你的 所以你見到林鄭酸氣 就說 可能 人大常委比我知道更多 他真的沒有看過 特區政會的官員 我相信是沒有一個人看過這個詳細的文本 出來 拼命去銷售那群護法 也沒有一個人看過這個文本 他就銷售了 一個銷售 賣什麼自己都不知道 他就是拼命銷售 這個秘密立法 被人覺得 我都不知道什麼國家才會有 可能中國才會有 所以律師傅要求 是不是 不是 要諮詢持份者 對立法的過程保持透明度 今天已經是 25日 28日 這個星期日就會開 今個月底的人大常委 估計在30日就會通過 大家不用想 30日之前 大家不會知道這份草案 是寫什麼內容 所以律師會的要求 其實都是對牛彈琴 現在的關鍵就是 律師會出了聲 罕有地 你會覺得一個這麼保守的律師團體 一直都是附和中國大陸 附和這個建制 附和權貴 雖然它是一個溫和的反對聲音 但你都看到 香港的法律界 我看到一篇專欄文章說 香港的法律界即使是最保守的 都覺得 是很不妥的 很不妥就是 裏面的條文我們不知道 現在出來的說明也都覺得 那把劍直接插下來 這個司法 獨立的心臟裏面 而且大家都看不到 那個條文的內容 你叫大家去贊成贊成什麼 那種不安的情緒就是在這裡 所以 即使是最保守的 很保守的法律團體 除了掩住自己良心那班 法律界人士之外 大家都會憂心忡忡 不知道 將來面對一個什麼局面 所以作為律師會 作為律師的代表 多保守都好 他起碼 都需要 出來發表意見 因為最近這個改選 是有一些比較開明的律師 是進去裡面 可能對這個 整個保守的律師會 改變到他某些的做法 但現在的關鍵是什麼 最令人憂慮是什麼 大陸是將 社會主義 中國 對於司法獨立的概念 搬來香港 我昨天也說過 人大法公委的副主任張勇 在座談會裡面 提到 什麼叫做司法獨立 就是 法院獨立行使 審判權 而不是指法院的管轄權 和審判權 如果用這個說法 這個完全是大陸的概念 大陸的概念 其實所謂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 其實都是沒有 都是指上的 大家知道 重大的案件 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 一早就已經定了論 所以這個審判過程裡面 是極短的 可能半天 一天甚至最長兩天 已經定了案 可以判刑 有時的審訊 牽涉到什麼機密為理由 閉門進行 有時的審訊 不是機密也好 家屬也不讓你知道 你想旁聽 票派滿了 你不讓你進去 記者採訪更加 不會的 如果在審訊過程裡面 誰知道 就由新華社或者 一些大陸的黨媒 發通稿 就講 這個審訊 那個過程 這個 這個庭長講的什麼 律師講的什麼 然後判刑的原因是什麼 那就完了 極不透明 所以這個獨立行私審判權 這個說法 其實都是 大部分的案 可能 你牽涉到鎮的案 OK啦 但是牽涉到政治的重大案 絕大部分 都是 這個 政法委 已經決定了 所以這個說法就是獨立行私審判權 司法獨立是 指法官來獨立行私審判權 在大陸都不存在 但是 他要將 法院的管轄權和審判權 交給行政當局處理 其實 相當危險的事 我昨天說 直插香港私法獨立的心臟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對這個公法 公法很有研究的 廣大法律學院的教授 陳文敏 就是 覺得這樣說 他說 他說 法院的管轄權 主要是只限於一些無關痛養的案件 如果將嚴重影響人生自由的刑事案件 剔除在法院的管轄權範圍裡面 就會影響 影響的人 再 不能得到這個獨立司法機關的保障 自然就會影響到司法獨立 陳文敏就說 國內對司法獨立的理解只限於獨立的審判權 普通法對司法獨立的理解 是更為寬廣的 這個我想都是常識 都是常識 我們很強調我們叫做dual process 是否那個程序的公義 什麼叫程序公義 其實 在中國大陸 的司法界來說 會覺得 這樣就已經是無案 已經是 判無罪 不是吧 疑點利益 歸於被告 只不過是 那個警員 在口供上面 某些東西不合格 可能只是 是很矮的東西 這樣就沒事了 我認定這個人已經是犯了罪犯 為什麼 在程序過程裡面 某些人說些東西有少少出入 就不行 這個 其實是很清楚的普通法精神 都牽涉到程序上 例如說 你在 陸口供的過程 沒有 將一些 疑犯被捕者的權利 告訴他 又或者 所謂under age 未成年的人 陸口供的過程 是沒有成年人去陪同 沒有律師去陪同 即使他 自己承認也好 最後 口供 都有機會 被判是無效 這個就是 一個很清楚的程序 你有沒有律師的代表 你有權保持執密 你說的話將來會成為 呈堂證功的 你有沒有將 他的權利說清楚給他聽 如果沒有的話 你哄他講完 那些口供 都可能是無效 等等這些不是說程序 在中國大陸來說 沒有這個 所以 司法獨立 是包括 整個審訊過程 以外 很多 配套措施 你有沒有做得很好 譬如現在 選法官 選法官 法官的任命 是司法獨立 最重要的一環 原因是很簡單 法官也是人 法官也有政治見解 他有時候審案的過程裡面 是會將政治見解 滲入他的判字 你會看得到 雖然有些法官 在技巧上做得極差 例如 高尚情操那位法官 於是就被人抓到 原來你對於 襲擊人的人 以及 被襲擊者 你的態度是這樣的 你這樣同情襲擊人的人 覺得他是這場運動的受害者 說他高尚情操 因為他的政見太明顯 所以就引起輿論嘩然 最後他就停止審訊這些案件 好了 特首去選法官的時候 他會知道這些法官的政治 的取態 如果他 用他的政治取態 作為 選擇法官的一個 最先決的條件 我估計 我估計絕對是 我不會有懸念 我不會有意義 在這個問題上 這樣 大家會明白 這個 司法獨立 是否當言無全 我昨天也說過 在美國 是由 這個 總統去選法官的 當 某一個法官在任內 死亡也好 退休也好 又或者因病而不能 繼續做下去 總統就好像發達 選擇一個 跟自己 的理念很近似的 譬如 特朗普說明 因為這個同性戀的 這個民權 現在是 平權的問題上他很生氣 他說 我們會選擇一些 保守派法官 他一向都選擇保守派法官 但是大家記住特朗普選擇法官之後 國會是要過的 國會試過否決特朗普選擇法官的 那個 人選 試過否決 當然 他否決就不是因為他 那個 個人的政治理念 很多都是包括一個私德的問題 有沒有犯法等等 有沒有請 非法勞工 做這個baby sitter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國會的否決權力 是實在的 是試過的 所以 選擇法官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獨立的過程 陳明敏就這麼說 他在大部分的普通法國家裏面 法官任命都是一個獨立的過程 特首最後任命 是由特首作出 譬如現在張舉能 那個任命書是特首簽的 但這個任命 是禮節性 不是實質性 特首在 這個20 即是回歸 在23年的歷史裏面 在我記憶 是沒有否決過 任何一個由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法官 所以 這個 特首 目前的建議特首可以指定法官 審這個國安的案件 但是沒有列出特首行使這個權力的準則 最大的關鍵 這個也是常識 DOJ 律政司 是檢控的一方 他行政當局的一部份 他的頂頭上司 就是 林鄭 鄭若驊的頂頭上司就是林鄭 林鄭又可以負責去選法官 他也是國安委的主席 你想想 是不是 由控方的頂頭上司 去選一個法官去檢控 被捕的 聲稱是被指控的違反國安法的人 你覺得公平不公平呢 雖然那班法官裏面 可能有十個可能有十五個 不是指定某一個 但是這一堆人 大家要問 林鄭為何會選這一堆人 很明顯就是這一堆人 跟 政府的理念很一致 幾乎大家會看到 當 被指控違反國安法的時候 你未上庭都知道判決的結果 差在刑罰的輕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司法獨立 所謂公義 是否在 眾人面前得到彰顯呢 justice is to be seen to be done 這個很明顯就不可以 沒有辦法令人放心 如果這些權力 這些權力 選擇法官的權力 不是由 這個中央法院的首席法官 司法機構的頭去做 而是由特首去做 這個絕對不會看到 司法公義是存在的 這是ABC的問題 所以這個ABC的問題就引來香港的司法界這麼大的反響 即使保守的律師會 都會發表聲明 原因就是這裏 其實 當然 除了這一點之外 整個國安法 大家不知道的細節是怎樣 大家就有一種 很惶恐的氣氛 的存在 那種自我審查 已經在這裏 有人說要剷Facebook 已經存在了 有人說要移民 已經存在了 總要避 避之則吉 避開了 就 確保自己的安全 這件事 在香港這種恐怖 情況 恐怖的氛圍已經開始出來了 現在 在這世事上 大家 去討論的時候 司法界 你說他不是徹底去 反對這個國安法 這個法律界 而是 在這個國安法問題上 跟他修修補補 對的 我都同意 即使是李國能 都是這樣 李國能向來都是一個 相對地 大家知道 做到那個位置一定是建制 不會是 站在這個抗爭那邊 但是 我們覺得 跟律師會一樣 我們覺得 離譜的地方就是 即使這些 親建制的個人親建的組織 都受不了 現在 國安條例 裡面的說明 所說的 認為是 對 香港的 獨立司法 體制的殘害 這一點 值得我們重視 亦有一個傳聞 說 李國能早前提出對於國安法 有多大的見解 有多大的見解 他說現在已經採納了你 你竟然現在又出聲反對你有沒有搞錯 我聽到坊間有這樣的說法 在政治圈裡面有這樣的傳言 對於 李國能再出聲明 很不以為言 所以 林鄭 嚴詞反駁 甚至 不點名 就說有人孤陋寡民 我覺得很好笑 如果當林鄭 他說的孤陋寡民 確實是指李國能的話 李國能 作為香港首任的 這個終審庭的大法官 竟然被人說 對於香港的司法制度 或者選任法官的這個過程 是孤陋寡民 我就想問 這幾個字 可能會形容 說人家孤陋寡民 那個人就叫大言不慘 是不是 暫時談到這裡 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 深色口快的channel 做得一集 看得一集 好嗎 CLA SS 還有 傳給多些人看 告訴多些人聽 有這個channel的存在 OK 先談到這裡 拜拜